! 照不着小摩了呗 皮肤脚牢吧 不要 今天买个雾鸡了 雾鸡我也吃了 雾鸡也才吃我 烙母鸡10块 大家好,我是阿远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小鸡炖蘑菇 我去那调料上买了点真膜 这是5块钱一两,买了10块钱了 咱们先将这个真膜拿水泡一下 这一会儿泡开了,还清洗一下 因为这里边沙子比较多 咱们先把这个鸡洗一下 这个鸡剁一下,剁成小块 咱们把这个剁好的鸡块清洗一下 去一下它这个血渍 要不血丝太多 咱们把这个剁好的鸡块 洗完以后空一下水 烤的时候要不水分太多 咱们把这个泡好的真膜 就根部搅了 这种真膜它这个细沙子比较多 咱们在清洗的时候 可以加点生粉或者淀粉 多揉几遍,沙子就会带出来了 加入生粉以后,就这样多揉 多揉一下 就可以把他那个沙子摘出来 准备了葱姜 来两片白芷 桂皮少来一点 来几颗干辣椒 拌料瓣来几个 来点香叶 我这个香叶没有整片的 全是碎的 挑了几个 再来上几粒花椒 把这个水分炒出来以后 把这个冬姜和这个香料倒进去 一块煸炒一下 加入点料酒 给它翻炒一下 把这个炒香以后,放点酱油进去 酱酱油 咱们现在添入水 添水以后咱们把这个蒸馍放进去 一块儿炖 摘了两根黄瓜 现在黄瓜找出来 还是看有的吧 趁着炖鸡的功夫,切个西瓜 饱了 炖了半小时了 我们先加点盐 接着炖成 炖了有两个小时了 等一下可以出味 炖了半小时了 炖了半小时了 两小时了 炖了半小时了 小鸡跟蘑菇已经做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 我们现在开始吃饭了 咱们炖了一会儿 咱们炖了一会儿 比上次多的好吃 比上次多的好吃 慢慢吃 鸡儿 煮到鸡肉 煮到鸡肉 切到鸡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